《草莎》 《草莎》 我有两个梦 一个是活下乘凉梦 梦见我们虽然田里有超级大 长得有高粱那么高 一人多高 碎子有扫子那么长 子里花生没那么大 我就跟我的住所在一起 就住着稻稀下乘凉 第二个梦就是 《杂家道覆盖全球梦》 这个梦实现了之后 只为保障世界粮食安全 和促进世界和平 都有重要的意义 《草莎》 用一半的稻田 种上的辣椒草 可以争产粮食 四亿到五亿争粮食 可以多养五亿人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